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崇洋道长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是一只花豹杀死一只猎豹的画面 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视频吧 这个视频的前因我就没有看到 所以不清楚为什么这只猎豹会被这只花豹给捉住 因为一般成年的猎豹呢 它是碰到花豹的时候是完全可以跑掉的 因为猎豹它的速度很快 它自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呢如果就是真的碰到花豹的话 如果距离很短的话 应该它也是可以应付一两下 然后转身跑掉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有可能是被偷袭 第二呢有可能是这只猎豹刚刚捕捉完 食物那如果捕捉完食物的话 一般花豹会抢夺它的食物 所以有可能就是刚刚捕捉完食物 但是捕捉失败了 所以它因为猎豹它捕捉食物之后呢 它高速运动之后 它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去休息 而且就当时它处于一个高负荷的状态 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能力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情况 因为一般猎豹碰到 花豹狮子还是有 就是一般都会有能力淘宝掉 所以还是挺可惜的吧 看到花豹杀了猎豹 好了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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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